截至1月11日中午,由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引发的天津本土疫情,已报告阳性感染者97例。 奥密克戎是怎么传播的,该如何应对?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里1月11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奥密克戎是新冠肺炎病毒的一种变异毒株,它的特点是传播快,隐匿性强,穿透力强,所以我们对它非常警觉。 这次在天津的传播,源头是人还是物?目前溯源工作仍在进行。 其传播特点也同在国外一样,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传到了第三弹,但其临床表现并不突出,很多患者没有症状,因而也没有及时就医,造成了隐匿传播。 张伯里指出,奥密克戎并不可怕,但他的中医症后特点确实有所不同,以往的新冠病毒我们叫失毒疫,是一种失邪,失毒运肺是其核心的特点。 但奥密克戎是外感风寒,风术肺胃,风邪特征非常明显,患者头疼,发热,烟疼,鼻塞,流青鼻涕,咳嗽,少痰,有痰的也是白痰。 此次天津疫情第一批感染者发生在托管班,所以儿童多一些,但并不意味着这个病毒更容易侵袭儿童。 随着天津核酸检测的推进,确诊病例中,儿童的比例也在逐渐下降,现在说儿童一感为时尚早。 此外,儿童治疗是我们当前的重点,昨天我们派出了三位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进驻天津定点医院和西医儿科大夫并肩作战,对儿童患者实行一人一测,希望他们早点痊愈。 对于将奥密克戎视为大号流感的说法,张伯里做出重要判断,他认为将奥密克戎视为大号流感是不恰当的,虽然他传染性强,症状比较轻,但是他有没有后遗症,现在还不清楚。 根据国外的数据分析,新冠肺炎的后遗症还是比较多的,远远高于流感。 因此,对此后遗症这三个字,14亿国人务必要看清楚。 张伯里最后强调,预防奥密克戎一定要戴口罩,紧洗手,少聚集,调整好自己的身体状态。 此前采取的措施对奥密克戎是依然有效的。 我们也补充了新的重要方,正在和国家专家组研究。